有很多人對祈禱的動力不太強 所以參加祈禱會的人少 我自己初信主時 我發覺回家唱詩歌 我很開心 我試過一次參加教會祈禱會 祈禱會有幾項的事項 十項事項 第一個是其中五項 第二個是其中五項、六項 第三個是其中五項、六項 到全部人其完之後 我真的覺得很累 其實他們不斷重複求神做什麼 其實耶穌有說 祈禱不用重複 其實祈禱的時候 有些人求神醫治 神醫治我 快點醫治我 快點醫治我 神不是龍 但是我們親近神就可以長時間 例如啟示錄說到天上讚美 他不斷讚美 我們親近神就可以不斷 親近神的時候 其實神就會英勇我們的討告 例如你怎樣長時間去親近神 就是神都給我這個方法 一個宣告神恩怜 神愛著我的 神跟我一起的 神祝福我 神喜悅我 親近他的 宣告神對我的 第二就是我對神 我愛慕神 我感謝神 我歡喜神 我感激神 我幫助耶穌 我喜歡祂 第三 其實可以扣為這個 就是互動式 我一邊愛神 我深信神是很歡喜 一邊祈禱 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很多人在祈禱的時候 覺得神很遠很遠 其實神是一定歡喜 聽我們祈禱 聖經講到 神是喜悅聽我們祈禱的 神是有人專心愛主 神是很歡喜的 所以我們一邊祈禱的時候 就可以相信 神現在很開心 神現在笑得見顏不見顏 神現在是一邊同在一起的 而且聖靈是可經歷的 神是可經歷的 你會經歷到平安 輕鬆舒服 就是神同在帶來的 你一邊祈禱 一邊祈禱 初初站在這裏 會比較容易感受到聖靈的臨座 會不會有身體的搖動 在聖經講到 蘇羅和約翰 他們看到榮耀的耶穌 就立即跌到地下 強烈的 沒有那麼強烈 就會搖動 有些人搖搖到很厲害 就跌到地下 我們在祈禱的時候 站在這裏 你會感到的力量 譬如我現在也是 我會感到的力量 搖動我 你就會放鬆 一邊享受神 多謝神在愛我 因為神在愛我 就是祂平安來到我身上 我們又奉耶穌明祈禱 我們又求主赦免 我們又感激耶穌的救恩 我們又全心愛神 我們願意服侍神 我們願意全福休 這樣祈禱的時候 神一定會臨在 所以你的經歷是神的經歷 不是邪靈的 會不會邪靈來 你奉耶穌明祈禱 怎麼會邪靈來 你又求主赦免 你又愛神 你又願意事奉神 你又跟從聖經 沒有理由邪靈的 那你就在那裡相信 越來越平安 輕鬆 就是神帶給我的 那你就深信神同在 這樣的時候 你可以享受很長時間 但這個享受也同時得力 你會越來越火熱 越來越多意念 我就會有很多教導的意念 很多不同的意念給我 能夠去教導 譬如處理垃圾 不要吃垃圾 不要被人影響 我生命很寶貴 我不要被這些東西破壞 很簡單的人聽完就可以應用 譬如超越時間 這個教導都是神給我的 這個是在我去到烏光達的時候 我祈禱的時候領受的 這個信息 就是怎樣呢 因為很多人就怕前路 但是神已經掌握前路 所以什麼都不用怕 那就是 當我這樣深信的時候 其實我一直都深信這件事 我覺得會幫到很多人 你一直相信 你都可以不同的聖經文 在你的思想 神是掌握的 我的生命 我上面到了一天 神已經寫在他的策上 已經有計劃 你可以在這個祈禱 思想神的懷孕 思想神的影響 也都可以處理生命 譬如有些人在生氣 我怎樣看出他 其實他很慘 我看出他 我言說他 我愛他 那我就放手了 那我就放手了 那我就鬆了 你想我為你祈禱 你等一會 可以嗎 你等一會 我可以和你一起祈禱一下 那人就鬆了 這樣就可以享受長時間 在神的同在 這樣聖靈因果就加強 譬如現在我和人按手 大部份 按手 差不多立刻那人就開始搖 我特地不讓他知道 我不是推他 我手指碰到他旁邊 看著他立刻開始搖 他會覺得輕鬆 這也是神很真實的同在 所以這就會推動人更長時間去祈禱 一路長時間去享受神 親近神 我會鼓勵你 大家起碼半個小時 或者更長時間 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 也在經常做什麼 都一路愛神 感謝神 你就神的同在加強 謝謝神